根据经济部公布的那33条 第一类跟第二类 提出一段层 以及人口密度 我们做了一张图来看 台湾面对这么地震高耗发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每人要了解说 当地震发生的时候 在哪个空间 该用什么样的防灾的行为 来降低地震对自己的伤害 其实是很重要的 大爱二台今夜说新闻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